Exist 我们看这个字的音节 第一个音节在e发成xist 我们就念成exist 中音节落在第二个音节 这个字我们念成exist Exist 那exist这个字呢 它是属于不及物动词 不及物动词后面就不可以直接接名词了 它只能够后面前面的有主词 好所以呢这个字呢 我们中文翻成存在 我们直接先来看第一句 Dinosaur ruled the planet for a long time but they ceased to exist tenth of millions of years ago Dinosaur 指的就是恐龙 rored 这边统治 也就是说呢 它呢是这个地球 曾经是地球上面呢 最大的一个统治者 Dinosaur ruled the planet 那这planet 指的是星球 我们中文指的就是地球 for a long time 它持续了很久的一段时间 但是呢 they ceased to exist 好我们看这个字 这个字呢我们念成sees 那sees这个字呢 它原本的意思就是停止 或者是暂停的意思 它呢停止生存了 它停止生存了就表示怎么样呢 就表示它们已经不存在了 多久之前呢 好这边有一个时间副词片语 tenth of millions of years ago 好这边指的就是数千万 我们知道million是百万 加一个零的话就是千万 所以tenth of millions of 指的就是数千万的意思 好这个片语呢 也是我们经常会看到的 tenth of millions of 好所以呢 它们就再也不存在了 在数千万年前 那exist这个字呢 我们在后面加上ence之后呢 这个字我们念成existence 它是一个不可数的名词 中文翻成存在 那我们看一下例句 the republic of china came into existence in 1992 好这republic of china 指的就是我们台湾 那这边有个片语呢 那这片语呢 请同学记一下 叫做come into existence 也就是说 开始存在诞生的意思 在什么时候呢 在1912年 那exist这个字呢 因爲要提醒同学的是呢 不要跟另外这个字 给混在一起了 这个字我们念成exit exit这个字呢 中音节放在第一个音节 这个就是我们所谓的出口 如果各位同学 有到过一些公共场所的时候呢 都会发现呢 它有一些紧急出口的上方 都会有个绿色的灯 那上面呢写个白字 那白体的字就写着exit 那这exit这个字呢 指就是紧急出口了 emergency exit 就是这个字 所以这两个字的字型呢 有一点点相似 主要它的发音跟字型都不一样 同学要特别注意到 所以这个字我们念成 exist 存在 懂词 existence 名词 存在